其实歪脚还好 但是跳绳的过程当中 甩得比较快 就把身上刷的一条一条印子 这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如果我看不见嘛 我只能去一步一步地 摸着老师的动作 然后再自己反复地去做 因为很多动作 分解开来和连贯做起来 实际上是不一样的 就是听他队员 他们起跳和落地 这个时间差 反复地去找这种感觉 然后反复地练 反复地练 不同时区 不同生命体验 相通的情感和语言 欢迎收听你那边几点 每期我们会邀请 来自世界不同地区的华语来宾 谈一些共同关心的话题和故事 观察相似议题 在不同土壤生长的模样 欢迎大家收看 Vinal的Podcast节目 你来边几点 我是主播泰格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一位经历 非常丰富 而且身份也非常多样的朋友 他叫哈璐 他曾经做过盲人运动员 参加过花样跳绳的比赛 也拿过奖 同时他现在也是一名按摩师 他也是抖音博主 他家里也有两个宝宝 他有一个小一岁的小朋友 和一个叫做普尔的导盲拳 欢迎哈璐 我不知道我这样介绍够吗 非常好 非常好 非常谢谢哈璐 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 因为想请哈璐来的这个契机 一方面也是 因为可能大家刚刚看完奥运会 那我们现在对吧 残奥会也马上就要开始 很多人平时好像看了奥运会之后 觉得好像看这个竞技的比赛就结束了 其实不是这样 残奥会也很多很精彩的 有趣的项目 所以我想请问 哈璐你有没有关注这个奥运会 和之后的一个残奥会的 就这一届奥运会我一直都有在看 然后包括网球 游泳 还有那个前几期的一些 就是早运动员的采访 我都有在看 然后残奥会的话 目前只是看到非常少的一些 可能公众号看到一些少量的 在宣传这个事情 别的还没有看到目前 是 因为它应该是从28号开始 一直到9月的8号 那应该是很快嘛 我看到好像也 中国的这个残奥代表团 已经出发了 我看有 我也是抄的这个内容 这个一共有516个人 然后呢 运动员的有284个 对的 对 然后项目呢 也非常非常多啊 就是 包括什么射箭啊 田径啊 羽毛球啊 应地滚球 那就是很有趣的 就是我在准备的时候 我也看到 有一些很特别的项目嘛 就包括这个应地滚球 跟盲人门球的这些项目 还都是专门是 这个残奥会而设计的嘛 对 所以韩露 你是在全运会呢 进行过这个 关于花样跳绳的这个比赛 可不可以给我们的 这个听众讲一讲 花样跳绳 当时参加的经历是怎么样的 其实花样跳绳 它也是刚刚引进的一个 应该说是比较新鲜的 一个群体项目 就是包括可能目前 我不太清楚 好像奥运会也还没有上吧 这个项目 应该是 对 还没有 还没有 但是它好像在表演当中呢 它是 现在是有很多的这种 花样跳绳的表演 在一场节目 和一场节目中间 是吧 对 就是目前还没有把它立为 比较大的赛事的这种 比赛项目嘛 但它确实 不管是观演上 还是技术上 都是有一定性的难度的 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个叫 市场人群 就是盲人来说 它实际上是挺难学的 然后当时也很巧 我参加这个比赛 我应该如果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第一届全运会 当时是 然后呢 更巧的是 参加这个花样跳绳 凑巧的是 我是唯一一个 完全看不见的选手 在参加 嗯 就是其他的市场伙伴 他多多凑巧 就叫低势力嘛 是 我不知道了不了解 就是能看到一点 然后当时呢 也是因为它有预选赛嘛 当时预选赛是 拿了 拿了那个入场券 就是全运会的入场券 然后就想试试看 结果还不错吧 然后就是通过自己的这些训练 因为它其实 花样跳绳这个项目 它融入了很多元素 比如说街舞的元素 有这个叫体操的元素 有这个 包括力量性的一些元素 有很多元素在里面 所以学起来相对确实是 有点困难当时 哦 所以其实如果是个人项目的话 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呈现呢 花样跳绳基本上都是用那个竹节绳嘛 嗯 竹节绳的话 它会在跳绳的过程中 做很多的比如说 胯下动作呀 膝后交叉动作呀 包括有厕手帆呀 会有一字马呀 都是融入了这么多 比较丰富的元素 就是你要有完成率 嗯 要美观率 老师会通过这个 各种各样 就像花样游泳一样 会打分 可能更像一个体操的 这样一个运动 可以这么说吗 呃 对 它也有一些速度要求 就是各种各样的 就融入在一起 哦 所以你是从什么时候 开始接触这个项目的 接触花样跳绳就一年 应该是2019年比赛 我2018年是真正开始接触的 哦 所以其实就是那一整年的时间 你都是在花时间练习吗 呃 对 因为当时还在学校里上学 然后学校老师请着外面的教练 他很厉害 当时拿了哪一届的锦标赛世界冠军 买那个一个教练 挺厉害的 嗯 那可不可以讲一讲 就是你的市场状况呢 对于这个练习 它的难度在哪里 你的全盲 跟有一定势力的这种区别 又有什么不同呢 其实我现在回想起来 其实难度确实是很大 因为比如说老师 他讲一个动作 打个比方 我们讲这个 息后交叉的一个动作 怎么讲 你要有一个概念 如果我看不见嘛 我只能去一步一步的 摸着老师的动作 然后再自己反复的去做 像他们如果能看到一点的话 他可以看着 样子就做过去了 但是我不行 因为很多动作 你懂的 它分解开来和连贯做起来 实际上是不一样的 包括我们当时有一个叫 因为它不是有三摇和四摇嘛 就跳一下 要绳子在空中 要摇三到四下 然后在三到四下的过程当中 要做各种各样的动作 那这个动作 老师只能用口述 然后我自己反复的 去摸索 然后不停的脸 不停的脸 就只能这样 确实非常辛苦 那在过程中 有没有什么受伤啊 或者怎么样 因为 压长变范呀 那像崴脚这种 都会发生吗 其实崴脚还好 但是跳绳的过程当中 甩得比较快 就把身上 刷得一条一条印子 这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明白 其实如果你要我想 我单纯 我闭上眼的起跳的话 我已经觉得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落地 那可能你再让我做动作的话 那真的很难 非常不容易的一个工作 对 我当时练这个三摇 是怎么练出来的 我印象特别深刻 就是听他队员 他们起跳和落地 这个时间差 嗯 就自己 就是反复的去找这种感觉 然后反复的练 反复的练 然后后来就 反复练成功了 就这样 哦 真的 真的不容易 所以当时是 全球会的 单人项目的第四名 对 其实很可惜 我觉得当时 这次看这个奥运会 我也很感触 其实呢 当时的实力确实 因为我们在赛场下面的时候 也就练习了 其实我的难度各方面 确实是可以冲着冠军去的 但是心态不怎么好 所以当时就特别紧张 其实因为我们参加的比赛 不是像这些奥运冠军啊 他们其实是不停地参加比赛 不停地磨砺这个心智的 那我们当时就是 我认为 对于我来说 其实是一种失败 就是心态不够好 所以就失之交臂了 那没有办法 对对 其实因为你练了一年 也很不容易嘛 确实里面 专业运动员 有很多的 这个心理上的东西 也是他 就是成为专业的 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嘛 那所以 可以再给我们讲一讲 就是还有这个集体项目 那这个集体的是 肯定难度非常高啊 那就是摇神的人 也是忙人吗 对 集体跳绳 我们团体里面 总共是有 我印象是有两个全忙的 其他是稍微 能看到一点的 然后的话 我当时是 有一个全忙的 确实是负责摇神 但是我也参与了 跳长绳 它会有各种各样的队形 然后相对而言 就是要 因为我看不见 我就要跟我的 对面的伙伴 他稍微能看到 我要跟他去配合 因为我们还有那种 叫两人一绳 短绳子 是两个人一起跳的 所以在跳的当中 也要有一些不同的 这个动作和花样 对它有节奏的 它跟音乐变化 然后变换队形 然后要走队 然后要跑 然后其实挺多的 还有绳和绳 叫绳中绳 就是长绳里面 带着短绳跳 哦 对 我看到那个视频 好像是两个手 是不是 两个手都在摇啊 是那种吗 那个叫交互绳 哦 那个交互绳 对 它因素比较多 在交互绳里面 就是两个人 分别面对面站 然后拿两根长绳 然后交替着左右摇 然后有人在中间跳 然后还有可能 中间还会加上绳子 是这样子 所以就叫绳中绳 所以这个真的是讲求 非常重要的这个配合 是不是 对 团体就是配合 所以这次结束之后 下一届是什么时候 你还会不会再参加 嗯 现在这种情况 应该不太可能 太忙了是不是 对 对 对 我自己现在也自己 在创业嘛 是 是 是 我真的很有意思啊 就是刚刚一开始 我还跟韩璐说啊 就是我偷偷去看了 他的这个 多姿多彩的 抖音生活这样 所以真的 我有看到他弹吉他 在唱歌 自己捣盲犬 一起散步 然后还有 也是近两年刚刚结婚 有了自己的按摩店 然后也有了小朋友 好像一切都非常好啊 就是感觉你是一个 非常愿意去 尝试不同新鲜东西 然后呢 去努力的这样一个人 可以给我讲讲 听众大家一起讲讲 你的这个经历吗 你作为一个 视障人士的经历 是怎么样的 嗯 我的经历嘛 其实我感觉挺普通的吧 我就是 因为我是中途失明的 我是大概在12学左右嘛 然后因为情况 也导致的是你 然后后来进入了 南京市盲儿学校读书 说实话 在学校里的机会 还是比较多 我非常感谢 我在学校里的这些经历 跟同学那个时候 一起玩乐队 然后包括 其实我也参加过 毛人门球的 啊 真的 对 然后其实参加项目 也比较多 参加过毛人门球 然后后来也参加过 省里的一些田径 省运会 然后拿过一些冠军啊 什么的 不过没有往上继续走 因为各种原因吧 一边巧合 后来学校老师 组了这个花园跳成队 然后又参加了花园跳 就像刚才主播说 其实我是一个 比较爱挑战一些 新鲜事物的 嗯 一个姑娘 但是可能 每要做的不是很精 但是呢 我觉得主要自己开心 丰富生活是最重要的 是啊 已经有很多 很有趣的尝试啊 对不对 这是经历 嗯嗯嗯 所以你在学校 其实就除了 就是上文化课 是还要再学一些 其他的东西吗 因为可能 好像 可能听众也对盲人学校 可能也不太了解吧 可不可以仔细讲一讲 你的就是大概学了多少年啊 或者是学习的内容是什么呢 其实盲校目前的教育 还算状态是比较好的 因为我是因为半路是名 所以当时是插班生嘛 到学校里上了三年级 然后呢 这个三年级到包括九年义务 它都是跟普通学校的孩子一样 上的是语术外 英语物理化 都要学的 跟所有孩子是一样的 当时学校里面还没有高中 现在是有了啊 当时是没有高中的 是中专 然后就学的这个推拿按摩 这个专业 然后学了之后 后来我们就参加 就是你可以就是选择出去工作 也可以选择继续往上考嘛 考就是当地的那个南京中央大学 和我们学校合办的一个 当时是大专专科 然后我当时考虑到我觉得 因为中专的时候很幸运去了 我们当地的那个江苏省中医院去实习 然后看到了多这个推拿的一些 觉得要更深入学嘛 所以就参加了当时的考试 考了那个大专 然后又学了三年这样子 然后来在当地又是医院里面实习 因为实习这个过程呢 其实我觉得学了很多 不仅是学习的问题 更开阔了自己的眼界当时就了 所以实习应该是就是很多有接触 社会的一个机会吗 是的 是的 你不仅是接触更了解这个 你学的这个专业的问题 还能接触到更多的群体啊 包括普通的这个大学生 你们可以跟他们进一步的去 不管是交流呀 学习呀 还还可以跟他们一起社交 非常好 我觉得就融合 嗯 所以毕业之后就是 就在做自己喜欢的工作 然后一边在 包括做运动员啊 自己唱歌啊 是这样 嗯对 毕业之后其实我是在医院里面上班的 哦 对 我选择在医疗单位里工作 但后来是因为 当时正好是疫情 然后我又 我不太清楚你了不了解这个 领养这个打盲犬是需要排队的嘛 是 正好是 我很幸运 然后当时正好又排到我了 然后我就去领养哥哥了 后来我们把工作 因为时间比较长 我就辞掉 后来就回到自己的家乡 过来创业了 哦 这样 看到好像是好像连人导盲犬 好像跟医院的一些 好像不太方便 带导盲犬再进医院的 当时是有这么个情况 是吧 是的 因为当时我的院长他不同意 然后我也没有过多的 因为正好是疫情嘛 他是考虑到怨感什么的 我就没有过多的去跟他去 因为正好我觉得 可能最终还是要回到自己的家乡 因为我那边没有亲人嘛 然后我就回来创业 正好也是在疫情爆发的时候 开始创业的 不过后来发现 其实自己选择是没有错的 挺好的 对对 那我们讲的你的创业经历吧 对吧 应该是回到了 你的老家是张家岗 江苏张家岗 对 是的 嗯 对 然后开了一家自己的按摩店 就我找到你的视频 叫做明星按摩推纳 是的 是的 对 我看抖音上拍了很好的 就是宣传片 对 然后呢 也有这个 这个叫做普尔的狗狗 也在里面出现了 对 这个是我们当地的绒媒体 给我们拍的 因为目前为止 我们是张家岗 最大的一家 马尔推纳店 就是张家岗 没有这种大型的 因为它小县城嘛 你知道吧 是 然后我们当时 其实开这个店 也是花了很大的勇气的 但是我还是想尝试 嗯 可能这就是 我觉得 也跟我运动的生涯有关系 就是不畏惧很多东西 就是想挑战 然后当时尝试了一下 后来发现 嗯 我选择的路是对的 尽管它这条路 可能走得比较的艰苦 嗯 我说因为它比较 就是在张家岗 目前是最大的一家 马尔推纳店 而且 我们目前是 像收费啊 什么的 也比较的高 当时心理压力是有的 就是因为怕觉得 第一个嘛 怕走不好 刚开始的时候 确实是 嗯 因为正好疫情 然后没什么太多人 然后我们就做了很多这种 呃 做疫诊呀 然后各种各样的宣传 然后就靠口碑 然后一点一点建立起来的 嗯 现在的规模是一个什么样 嗯 现在的话就是 我们目前店里的话 就是有五六个计时 然后两百八十多平 大概有十几张床位吧 这样子 这个约你做一个 呃 播客的话 是不是也是比较耽误你生意 不知道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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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好的嘛 我就把时间空下来就OK了 谢谢谢谢 对啊 然后我知道你跟你的这个狗狗普尔 有一段非常有趣的经历 哈 那可能这个还还上了新闻啊 就说他这个 你们在走路的时候 他突然就有一个车冲过来 然后他就挡在你身前 这是一个痛苦的回忆 可不可以讲一讲 就是你从申请羚羊导盲犬的 这一段经历 然后再到跟他相处的这段经历 跟大家介绍介绍 然后其实我也蛮好奇 就是现在比如说你上公交车呀 或者说去其他一些公众地方 会不会带着他还是有些问题呢 我希望在这些东西上 你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 分享导盲犬 领养者的一个经历 可以的 领养导盲犬呢 它有几个必要因素 就是首先你要是一级二级的 势力残疾人 就是有这个残疾症 对吧 你要凭这个残疾症 然后可以排队申请 我们大连导盲犬基地 它是有官方的这个联系方式 有电话 还有一个叫爱心导盲犬的一个公众号 然后你也可以在上面填表格 然后我当时是排了两年多 我也比较幸运 因为这个狗狗呢 是我们江苏省一个爱心家庭 捐赠过去的狗狗 它不是基地的种犬 它是捐赠过去的狗狗 然后呢 捐赠家庭呢 它建议就是想把这个狗狗 还是建议给江苏的使用者 然后后来我就很幸运 因为排到了它 排到了之后 它是要求自己独立就是出行嘛 独立出行能力的 因为狗狗它的主要功能是避障 盲人必须要有独立出行能力 要辨别大致方向啊 包括听声辨位啊 这些能力的 后来我们就自己坐飞机到大连 后来就跟它相遇了嘛 大概是一起学习了有四十五六天左右 哦 这么久 哦 是的 就是要跟它这个磨合 给它学会怎么给它指示嘛 这样 对 我们要跟它一点一点 包括它遇到台阶 它需要停 你要懂它的肢体语言 对呀 嗯嗯嗯嗯 然后包括过红绿灯 那毛人自己要学会去听 它的车的方向 然后你问它可以走嘛 如果它觉得没有车 你要相信它 就还建立一个 人与狗狗之间百分之百的信任 嗯 就是你给它的这个指示也是 你要先开始学 然后再跟它再去沟通 是不是这样 对 要磨合 然后包括它除了带我走路 它的一切都有我照顾 我要学会给它收毛 洗澡 掏耳朵 这些都是由我忙自己去做的 这些都要学的 对 当时它因为保护你被车撞到的 这一段状况 当时是怎么样的 嗯 我印象中是1月2号 如果记得没错的话 也是上班 我刚回张家港 然后我在我们这面一个医院里面 当时是做相当于像志愿者一样的 就是做爱心推拿 我早上过斑马县嘛 然后正常通过斑马县 我们走了差不多 快走完了 那条路上斑马县还没有红绿灯 一辆车就突然这样子撞过来了 然后我的狗狗就 如果是普通狗的话 它可能会跳走 但是它没有 因为它走在我的左前方嘛 所以它被撞了 我没有什么问题 当时就 我把吓坏了骨折了呀 后来做手术给它休养了很长时间 然后这段阴影实际上 说实话我觉得 我的狗狗很坚强 它没什么太大心理阴影 但是我有的 过这种大的马路 我现在有点怕 所以其实我也想问的就是 那其实本身 一方面可能是需要导盲犬 它有非常好的状态 或者训练 那另外一方面 其实也跟这个道路的 这个交通安全状况 和整个基础设施的升级 可能也有一些相关的配套吧 你会觉得 目前比如说在市政的这些方面上 还有哪些可以再多为盲人去着想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过马路 为了红绿灯的设置啊等等 对 我觉得不管是使用导盲犬也好 不使用导盲犬 用盲状也好 我觉得目前对中国的市场群体来说 最大的问题出行就是红绿灯 因为这个问题 就算我有导盲犬 狗狗它是不分红绿色的 对 没错 没错 就是说句不好听 就是盲人过一次马路 都是在生死的这个边缘徘徊 我们开玩笑 如果遇到素质好的司机还好一点 那有的时候有些真的很危险 确实很危险 是是 因为有的时候我会 比如说在香港 我会观察 它就是每个红绿灯呢 它除了会发出不同的声音啊 长短音之外呢 它会有一个小的杆子上了 是有一个黄色的小盒子 小电盒子 然后那个盒子呢 你除了就是触摸一下 它会有变化 有延长之外呢 它在底下 就是那个小盒子的底下 你也可以去触摸 有一个振动 然后那个振动呢 也会指示给你 到现在是红灯还是绿灯 那个呢 可能就是给 不光是势力有障碍 且厅里也有障碍的人 他就可以去摸到那个东西呢 去比较势力的过马路 真好 对 所以可能慢慢 可能这方面 目前在中国大城市呢 有些地方 可能会尝试这些东西 我会有注意到这些东西 因为有可能在 我在其他地方学到呢 可能我会在国内呢 就会看一看 但是好像 似乎二三线城市呢 好像盲人 比较便利的这种东西 还是需要时间 再去增进的这种感觉 是的 所以你会发现 中国盲人 出行是很少 但现在这两年 会稍微好一点 因为 受教育也好 包括这个智能手机 给我们带来的 很多便利也好 确实稍微好些了 没错 没错 就是经常有一个很奇怪的说法嘛 就中国人有的时候去外面觉得 为什么国外的这个残疾人 这么多 真的会有人这么说 但是其实问题就在于 其实应该访问的是 为什么中国的残疾人出来的 这么少 这个可能就是一个 很大的问题 那对 所以我们刚刚你说的手机嘛 也确实是 这个状况 就是我们现在在用的 这个软件 用来做播客的这个软件呢 竟然是一个非常盲人 视障 也是不友好的一个软件 导致之前我们的一个嘉宾和您 也是这样 就是进来都非常麻烦 点进来都非常辛苦 对 所以可不可以向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你在有了智能手机的这个经历上 有多大程度上可以帮助你的出行啊 或者说生活的 因为很多人其实不知道啊 原来其实盲人也可以飞快的使用 现在的这个智能手机 哇 我觉得智能手机简直是打开了新大门 就是打开了新世界 因为有了他 你看我就是包括出去吃饭也好 扫码点餐 包括自己的外卖 就是不用依靠任何 以前如果你没有智能手机 想吃个饭 都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 然后包括出行 我现在尽管我打个比方 我可能看不见去哪里不太方便 可是我有手机啊 可以滴滴出行叫一下 车就来了 现在我们的滴滴出行 还注册了叫无障碍版 我们盲人注册过车 司机端视能看到提示 说您接到的是一个盲人眼睛看不到 需要您下来引导啊什么的 非常好非常好 这个对夸一下滴滴这个 非常棒 而且他滴滴出行 还给导盲犬的用户 另外也设置了给司机端的一个鼓励奖励 学员奖励就是接了我们 公司会特意加一个这个钱 是 就是为了让司机能走入这个公益道路嘛 也鼓励他们接接我们 因为确实之前我们打的很困难的 很多人不愿意带狗狗 尽管你跟他讲是导盲犬 但是他还是会聚载 是是是 但是现在我可以这样说在张家岗至少 可能各个城市当然有啊 但很少很少聚载的 好那除了这个以外你还觉得有什么 就是你觉得特别推荐的好的app可以跨一跨他的 好的app的话 我看最近高德好像在做那个导航 然后在更新说是可以播报红绿灯有什么多少秒吧 好像是这样 嗯 他之前一直是车载导航 他不是快到红绿灯会有提示吗 是是是是 就是红灯绿灯变了 但是现在好像说是步行这一块 考虑到市场人群好像也是在做更改 所以但是你会看不同手机会有不同的区别吗 哪些款手机更友好一些会有会有这样的不同吗 其实现在很多安卓手机也特别棒 华为小米都做得很好 但我用的少 因为我最早接触的就是苹果 所以一直用的就是苹果 明白对 其实确实用舒服了 就肯定是要用那一款 哦那那真的很不错 其实等于有了手机 其实让你们的整个市场人群 有更多机会去跟外面的 这会可以用一种非常正常的方式去交流 那我扫码可能你也是扫码这样 对生活 然后还有我们还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软件 就是也可以推荐给就是市场人群 也可以推荐给这个名眼人 可以来帮助这个码的 它叫Be My Eyes 哦我还有听过这个 对对 非常棒的一个软件 就是我们看不见很多图片什么 它都可以识别出来 然后包括我需要远程帮助的时候 我可以呼叫人工志愿者 然后打开 他会帮我去看一些东西 是是 所以这个在中国现在用的多吗 可能没有完全普及 但是有一部分的这个市场人群体在用 叫Be My Eyes 哦明白 好对 如果这个听众有机会了解的话 其实可以尝试去下载一个Be My Eyes 然后看看怎么去使用 怎么去协助市场人群 嗯非常感谢这个你的这个推荐 不用想应该的 对 其实我知道啊 这个看你的抖音也是非常有意思啊 这也是很有趣的 因为可能从我自己来说 我都不会剪这个片子啊 然后是看到你有很多 平时分享自己的生活呀 然后跟小朋友的生活呀 跟狗狗一起的生活呀 其实你抖音是怎么玩起来的 哦 抖音的话也就是 最开始玩的好像我印象中是 疫情的时候无聊 然后开始 一开始最简单 就是拍拍拍拍音乐 后来呢 就是也是通过 我们朋友告诉我 就是西瓜视频 就是他这一块剪辑相对 对毛儿来说比较好用一点 然后当时就学了一下 简单的什么分割呀 剪切呀 加字幕呀这种的 所以其实现在已经玩非常溜了 是吗 还行吧 一般 开始我还说呢 就是我找寒露的抖音 然后找了半天没找到 然后说 哎 找一下寒露的狗狗 导盲犬普尔 对 为什么注册这个账号 作为每一个使用者 我们都有义务去宣传 导盲犬出行 让更多人去了解毛儿的生活嘛 是的 更多接纳 对啊 所以也在里面就是 我这次主持要预袭的东西呢 其实也看到非常 他露多彩的生活 还有拿着吉他唱歌的样子 真的非常了不起 就是 对因为 我也看过你的 好像访问了还是 觉得声音非常好听 然后就听到没有唱歌的 对啊 其实没有 真的 其实 我觉得我真的非常非常普通 真的非常普通 我们睡上去 你很多大咖很厉害的 是吗 可以分享分享 还有什么厉害的人 就是比如说我前两天 就是你们本来想采访那个小姐姐 她参加过常会的 对 对 我们也是很可惜啊 就是这个软件不够有 没有机会能够请到她 对 那一位也是 她在常会上拿了 是拿了冠军吧 就是盲人门球的比赛 门球 亚军 亚军 对 对 也有很多报道 最后是输给了好像土耳其队 但是已经就非常非常厉害了 对 对 我也特意学了好多这个盲人门球的这个规则 我也准备这过几天 采访会开始的时候 我也去看一看 对 因为这真的很厉害的 门球很苦的 很痛的 对 每一次摔在地上 把自己横着这样摔在地上 真的 是 很苦 对 你会不会过两天也会关注这个采访会的一些内容啊 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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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看的 我挺喜欢看体育竞技比赛的 我觉得 挺好看 就像 我之前看的比赛虽然我不懂 我看网球 看那个郑庆文的时候我不懂 但是 听解说 解讲的时候 哎呀 那种情绪还是挺上头的 是 确实是 这个 还是挺激动 对 而且有的时候一个解说员他解说的好 他可以把整个的比赛 解说的讲的非常非常精彩 对 所以你这次会比较关注哪些项目 你说的是残会吗 对 对 残会的话我相对可能也比较想看一下门球比赛 还有个田径 嗯 田径 那残会的田径会有什么特别的内容 哦 田径的话他跟普通的这个田径比赛他就是有一个领跑员 啊 因为我们看不见嘛 是 看不见他而且是 残会他是分等级的 分一级二级三级 就是同样是势力组他分一级二级三级 然后的话一级二级是要戴眼罩 然后有个领跑员有领跑绳然后带着跑的这样子 啊 对啊 所以我其实刚才我也想问啊 就是你拿第四那次 就是你因为你是全盲难道没有一些加分的项目吗 就是给你给你加上一点 没有 没有没有 这可能是规则上还要再进步的地方吧 可能 因为人家没有设 人家没有设这个全盲组呀 对不对 对可能这个慢慢参与的人多了 可能组织也可能还会再分的再清楚一点吧 可能 对对 是的 对啊 我觉得跟你聊天非常开心 从你的身上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啊 就无论是知识啊 还是你个人的生活方式 我都觉得真的很了不起 感谢今天能跟我一块来聊一聊 视障人士的生活呀 还有残奥会的东西 真的非常非常感谢 我也非常感谢你给我这样的机会 跟大家就是进一步的能了解 盲人群体的生活 我觉得这个非常好 因为其实很多人对这个视障群体 这种状态其实还是有点不太了解吧 带刻板印象的 是是确实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你可以一直用抖音来呈现 你的生活可能也是让更多人去知道 如何去协助 如何去理解视障人士 对抖音也请大家关注 导盲犬福尔 你就可以找到哈露的生活 谢谢谢谢 对如果你在张家港市 也可以去找一找他的这个哈露的明星按摩推拿蛋 可以去尝试一下 反正没关系啊 就在我们这儿随便随便给你做广告 谢谢自己 好的那就非常感谢今天哈露来参加我们的做客 我们的Vinal Podcast节目 你那边几点 那现在 哈露 你那边现在什么时间 我现在的话 我看一下 现在几点了 现在2点40 对 现在是中国江苏张家港市 2点40 感谢大家收听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 谢谢 啊 谢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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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